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第一个是有关于公开发行的部分 我们有做法律分析 而且征询在场的金管会同仁的意见 他们认为公开发行原来是在公司治理上面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其实并不是所有提出案件一定会通过 要符合在政绩局里面所要求的各种财务等 以及公司内部治理的条件之后才会通过 那是不是所有的公司都要做公开发行呢 确实在公司治理上有不同的判断 那第二个是有关于设立独立董事的部分 本会做的法律分析也征询过金管会的意见 也普遍认为设立独立董事其实是在强化公司的治理 那它的核心的规范功能并不在于让新闻媒体更符合专业 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制度设计 而设立独立董事呢 它的一个运作程序仍然要寻公司内部的董事 股东的一个表决权行使之后才可以选任独立董事 而独立董事都有一定的资格要求 那选任的程序也比较严谨 不是所有的小型公司都必要这么做 那在本会所监管的事业当中呢 尤其以广播电台为例呢 他们的事业组织规模一般来说比较简单 全部都设立独立董事 对整个产业界的冲击面非常的大 那你现在提出你的专业看法 可是跟昨天整个在委员会通过的完全是不大 完全不一样 那现在这样子的话会对我们整体的 我们的简单来讲 甚至于我们的媒体市场 这个影响的话 走向的话影响的话会有多大 你今天 今天 我凭良心讲 在委员会里面我们在针对广电三法在修法 当然委员们同伦们是基于好的好意的立场 他们的出发点 简单来讲就是反媒体垄断 可是在出发点反媒体垄断 可是在委员的他们的立场出发点是对的 可是专业度不一定是 我们真正要NCC重点是要你们的专业度 要你们的专业度 然后你们在整个审查过程里面 你们应该要坚持你们的专业 那今天委员们他们的立场是这样子 所以我一直一直一而再而生地在提的 就是说 其实在我们NCC 既然社会大众 包括我们在委员会里面 既然对媒体垄断的这样的一个议题 而且台湾现在的社会的氛围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如何来做怎么样子的一个修正 那这个修正必须要站在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立场下 然后维护未来的整个媒体的发展 市场的发展的机制 这些闲决的条件 来修这个法 这个才是一个良性的未来 结果你现在贸然的这样子走上去的话 那这个未来的话 我们的媒体发展的话 会遇到的问题会很多 确实像我应该所说的 本会在这个法案的审查之初呢 就提出完整的一个书面的分析意见 那在审查的过程当中呢 本会也在得便有机会的时候 就说明相关条文的后续的影响 那当然这个法律如果通过的话 我们在执行的时候 也会考量对产业界的一个冲击 那在执行的手段上面呢 就如同我们在分析报告里面所提到的 比例原则是非常重要的 那针对严重的案件呢 才可以动用比较严厉的法律手段 那其实轻微的案件 是不需要动用严厉的法律手段 不然的话轻重失衡呢 对于产业的健全发展 会有造成一定的影响 没错啊 你今天不能说因为针对某个媒体 然后来修这个法 结果修这个法下去 不是针对这个媒体而已啊 现在等于是射箭化吧 等于我射出去 把都还没有了 我间线射出去啦 那未来我们整个的一个媒体发展 我想这个全部都 都产生了 整个有一定程度的非常大的影响 那这样子的话 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我是觉得主委在这个时间点 应该好好的把这个事情 把它说清楚一点 要不然的话 我们照这样茫然过去的话 我们现在等于是在飙车嘛 就像很多的报纸上写的 可是那不一定是正面的 更何况 其实现在我们在台湾的社会里面 我们现在的平面跟电子 当然平面我们这边管不到 可是平面的影响力 不输给电子的电子的电子的影响力啊 是不是 我跟您所说的确实是问题的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 那其实在谈所谓的媒体垄断的时候 他所指的不是指单一通路 而是指呢 透过对于这个意见通路的一个掌握呢 而影响到实际上意见的形成 所谓的议题的设定啊 那目前我们看得到 尤其在政论领域里面 平面媒体对于政论的影响呢 其力量大概不小于我们现在所熟知的 广电电子媒体 没错啊 那现在我们的 我们现在NCC只能针对广电的部分 可是对平面的部分 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有权责去管它 那现在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说 今天针对媒体垄断的部分的话 其实NCC公平会各方面应该跨部位好好的针对这个媒体垄断 去拟一套未来的整个的一个规则出来 游戏规则出来 那这样子的话才会 才不会有这样子未来的整个后续 我敢讲 现在法这样修的话 下一个会期搞不好又来一个广电商法再修 每个会期照修一遍嘛 那所影响出来的话 未来修出来的法会是什么样的法 完全是乱七八糟嘛 对我们未来整体我们国家的媒体发展没有正面嘛 这变成是一种民粹啊 我简单讲变成一种民粹啦 那你现在媒体经营者 媒体经营者那我干脆我就好好的 我就不会好好的去经营我的媒体的该有的 实质的公平正义的内容嘛 我现在就是又湿又闲又辣的 我现在就尽量去抢我该有的市场市场区块嘛 那对我们整体的国民所接受的媒体 未来的整个的新闻发展 哪来的正面影响嘛 我想主委你应该 我现在讲的话大概就是把你心里的话讲出来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 我们如何该去 该去现在该去导证它 这个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去好好的 我觉得主委在这边NCC这边 应该要好好的想办法 看有没有办法去把它导证嘛 不然的话讲句实话 如果明天在 在院会里面三读通过的话 这个法案过去的话那怎么办 委员所指的确实是在法规一旦施行之后的影响层面 跟影响的那个深度 那一般在行政机关所提的政府提案里面 都会顾虑到所谓的法规影响评估 那我们在这一部法案里面 在这个面向呢 本会在接触到法条的第一时间 就尽可能提出专业的分析 那也向委员做过报告完整的内容 那昨天的讨论呢 其实本会也一再陈述这个可能产生的法规影响的面向 那确实如同刚才委员所指出的 如果它一旦成为正式的法律的话 在执行上难免对于广播业界有非常广泛而直接的影响 那第二呢 就是所谓的美金分离条款 因为是从广电的领域去回溯到金融业的规范 那其实是以被投资事业的规范 回溯来对于投资者规范 那其实规范效益会很弱 这一点呢 本会在那个分析意见里头也提出了 其实金管会同仁也提到呢 他们在源头对于金控公司的管理呢 那是处理他们投资风险的问题 并不是投资标的 那我们在接到这样子一个美金分离的法案之后 我们反而逆向从被投资标的里头 往上游去管制这个投资者 确实一个冲击的面向不小 那尤其像独立董事的部分呢 其实有关于公司治理呢 也会涉及它不同的对于公司组织 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动的调整 你现在讲的本习都听得下去 可是问题是 现在委员同仁 很多人听不下去啊 那现在这个问题所影响的 未来的冲击 那我简单讲 那在明天院会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针对 主委针对您刚刚讲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有需要跟行政院院长这边沟通 然后有没有需要跟各个党团去沟通 好好的让我们未来的整个的 廣电的未来的整个的发展 媒体的发展 走向一个良性的发展 而不是又走向一个斗争性的发展 而不是走向一个民粹性的发展 这个对我们未来我们全体的国民没有一个正面的嘛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有没有救 你现在明天如果是立法院的话 可不可以想办法 如果明天就是立法院一三读通过的话 那就完了耶 各位报告 确实民主呢是需要法治去相辅相成 才会成为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 我是觉得是这样子 应该就是主委您应该就是说 把你们的整个的民力垄断 包括各方面的昨天的针对的这个 你好好的再做一份好好的他的税帖 应该是这个税帖好好的跟各位委员他们 应该是在跟他们给他们再看一遍 让他们看看他们修出来 各方面昨天修出来法 未来对未来的整个的媒体的发展 市场的冲击会影响到多大 应该是站在你们的专业立场 重新再把它好好的把它陈述一遍好不好 我们会尽力的 好不好 好那剩下一点点时间 我也想跟主委 主委再请教一下 其实在上一次我们上一个会期NCC委员审查 整个过程你也看到了 是 我们也是很努力的 让所有的委员能够顺利的进入委员会 是 那很可惜的就是说 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坚持让他进去 可是在短短的时间内 他就提出辞诚了 我不止 不止民道性 这个坦白来讲 对整个社会大众也好 包括在交通委员会 我们的所有的委员也好 我们这样子的话 对我们来讲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那今天我们重新补提了两位委员 那当然社会大众有他们的看法 那每个委员也有他们的看法 那本期个人的简单的看法就是说 一旦进去了委员会的话 就好好的 该有他们的职权 该怎样的话就好好的去做 而不是因为个人的喜好 然后不是因为个人的情绪 然后对个人的去留 就这么样子简简单单单两句话 我是觉得这样子就是太不负责任了 对不对 是 好不好 好 谢谢